明天1月7日的田草菜 如果你是职业排位计算表和数据库的用者 记住记住 罗富泉每一匹码 你要细心去刨 因为这一日罗富泉出了五匹 而五匹都是上将跑入前世名的 之前的视频说过 罗富泉的手法就类似他的师傅蔡若翰 即是当一匹码的形状起来之后 它是可以保持的 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它的码可以连续地有表现 这是第一 它出五匹都是上将有表现的 即是跑入前世名 第二 这五匹码的配搭 今季和它合作最好的那些骑士 头三位在这里 什么为之 和它合作最好的骑士 就是今季帮它进入最多的骑士 今天三位都是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是 颜知牌位计算表的用者 或者数据库的用者 记住 罗富泉的今季五匹码 你要查什么 第一 去联马斯骑士那里查一下 和它进入最多的骑士 也在这里 和它进入命中率最高的骑士 也都在这里 所以你要查一下 你会知道是哪些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你也都要去 时间实力那里排名那里 它也有马匹 今季在这里 是排很高的 所以罗富泉今季五匹码 你全部都要查 那那个用途是做什么 不用说了 当然是帮你自己 去拨大东西了 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五匹码 你又可以 在其中减你自己的心水来做胆 然后 去做什么 去买Q过关 或者三重彩 四重彩 如果你是选到一两匹 是行头的话 OK 拖一脚就 好像之前那些用者那样 首先要考虑的 是计算表进去 去拖同性实力码 记住 如果你拖上季今的同性实力码 那你make sure 就是排得很高的那些 而且近三丈季内 是有表现的 就是有形式的 OK 所以记住记住 如果你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用者 那今天 罗富泉有五匹码 都值得你去刨的 OK 而且那些码是值得你重视的 因为那些码 明天有非常大的机会 明天有非常大的机会 是可以帮你过到关 OK 过到关 不单止有机会跟你赢 一万以上 甚至十万都有机会 OK 所以记住记住 罗富泉的码 你一定要去刨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或者接数据库 明天 罗富泉的码 就好像之前雷神 搭塞入汉那些 就算你知道 都很难去运用它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工具 什么工具 以小博大 刀仔巨大雪的工具 即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和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是帮你找胆的 OK 而职业排位计算表 就很容易 帮你找到脚 而这两样东西 就很容易帮你去买过关 而且是很容易命中大 我说的大 是说过万 甚至十万 OK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记住 快点进去这 如果要订阅 请他以客 里面告诉你 怎样订阅 那你就可以 立刻用 明天就可以立刻买 OK 说不买的 因为明天可以帮到 大约那位人 可能就是你的了 所以千万不要不信 记住记住 订这两个表 平均的赛日 每个赛日都是30元 等于买几份报纸 还未有的 请快点进去 那如果你是 还未订阅这个YouTube Video 你就可以按这个位置 按订阅 那以后如果有新的视频出 例如提示 或者你的朋友 怎样种大东西 给你拿来参考 你就不会错过了 如果你还未订阅这个 YouTube的话 这个是free 不用钱的 你就可以按这个位置 如果你还未有那两个表 就现在立刻 进去这里 因为你明天就可以立刻用了 OK 那我就在这里祝你 明天 祈开德成 又播到大约 好 谢谢观看